黑芝麻 黑芝麻有维胜素E ABCDE的E E是干什么用 E是延迟老化 E是能够增加微血管的弹性 让我们不会早摔 避免早摔 来自于黑芝麻 天然的E 天然的 那这一个呢 我们用什么叫啤酒项目 我们现在有三个 大豆 软磷子 小麦配芽 啤酒项目 这三个是生肌饮食 它一定要用上的 很重要 啤酒项目是B群 B群的重点是提升免疫力 增加碳病能力 还有啤酒项目是完全蛋白质 帮助你修补内脏 促进细胞再生 啤酒项目 缺点在哪里 缺点它脾力太高 尿酸高不能吃 尿酸高通风的不能吃 脾力太高 脾力太高 只有这个缺点 所以尿酸高通风的不能吃这个 不可以 再一个 我们谈的 就是这个 小麦配芽 一片一片的 你拿放大镜看 一片一片的 小麦配芽 它也是维生素1的最佳来源 维生素1 跟黑芝麻是一样的 我们必须要明白 小麦掉在地上开始萌芽了 从哪边开始萌芽 从生长点 生长点是什么 就是芽 就是这个胚芽 小麦胚芽就是生长点 从这里萌芽 它是生命之源 生命的源头在胚芽上 你说它真文真贵 非常真贵 小麦种子我给你 那让你去把胚芽挑出来 你挑半天也挑不出来 里面看都看不到 对不对 怎么挑啊 挑不出来 最珍贵的胚芽 里面看都看不到 现在为什么轻而易举能吃到 因为面粉工厂太多了 它做面粉的部产品 因为量大 面粉用量大 自然部产品更正 它产量也变大了 市场的机制是这样子 东西少 不以稀为贵 价格昂贵 东西一多 它就低廉了 就价格便宜 但是千万记得 不要因为它价格便宜 你轻视它 它仍然很珍贵 仍然非常珍贵 珍贵在哪里 珍贵让你的血管弹性比较好 尤其是谁要吃 那些心血管疾病 高血压怕中风的 你要吃上 那你血管弹性 跟气球一样 血压高不至于爆裂 高血压要吃 避免中风 心肌梗散 你必须吃这个来预防 心脏病人要吃这个 避免心肌梗散 因为它是维生素E的成分 让你的血管弹性变好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再一个就是大豆卵胰植 大豆卵胰植为什么它好 第一 营养脑细胞 记忆不会减退 假设我们今天小孩子在家 你希望他能够用功读书 考试能够考得好 记得你要助他一把 怎么样助他一把 能够记得住 有些小孩子念啊念啊念啊 记不住 脑筋记不住 你要帮助他的 吃大豆卵胰植啦 竟然吃竟然吃 他被东西记得住啦 脑细胞需要零食啦 大豆卵胰植啦 给你的儿子 给你的孙子 给你孙女吃啊 那考试考到好啊 脑细胞得到营养 技力变强啦 考试考一百分啦 是不是 大豆卵胰植 是细胞膜的主要成分 让你细胞膜坚固我们宝贝 不容易病变 为什么细胞病变啊 因为细胞膜脆弱了 对病毒新剧给侵入了 如何让细胞膜坚固如堡壘 你要吃零 来自于大豆卵胰植 是最原始的 最好 吃大豆卵胰植 你的胆固层自然下降 三双肝与子自然下降 就吃大豆卵胰植 高血脂的人要吃大豆卵胰植 还有一个好处 爱漂亮的人 爱漂亮的人啊 你第一个看人家 精气神饱满 主要看什么 看他发亮 他整个都发亮了 对不对 有光彩了 为什么 他容光放发 要吃大豆卵胰植 他被称之为吃的美容化妆品 你吃上来以后呢 你自然是容光放发的 皮肤是有光泽的 不要涂抹 不用涂涂抹抹 他自然是有光泽 所以三宝在我们生技人界 它是必要的东西 是必要的 各区五克 比较现实的问题在哪里呢 吃上三宝不感冒 就那么现实 只要你家里有人经常感冒 吃上三宝 他就不感冒了 很现实的 非常有效的 跟高西果汁是一样的 所以高西果汁 下三宝是强强联手 记得的话 高西果汁是预防感冒的 加上三宝 他强强联手的 他更不感冒 是不是 那太好了 是不是 我们就抓这个方案 比吃药来的 不要等感冒去吃药 那不对的 预防中医治疗的 所以现在呢 我们材料不多 但是这一些 就能够让你天天能够守护健康 不会出状况 现在病毒吸菌什么情况 你搞不懂的 无法预防 最重要是把你的 防御网建立起来 你的免疫系统给它增强起来 有病毒吸菌 它跟你 对你来讲是没有什么伤害 无法伤害你的 因为你的抵抗力变强大 它伤害不了你的 我们先把木树牙摆进来 然后我们就把锅具摆进来 然后呢 苹果摆进来 香蕉摆进来 芝麻要碾碎 先碾碎再进来 葡萄干摆进来 那个三宝 大豆软银子 小麦配啊 丢有香蕉 你看我们用了几种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我们用几种 对不对 我们用了九种材料 那加水 水加到哪边 加到一半就行了 不用加到满 加到一半就行了 你水这样倒 好 好 所以倒一半就行了 大一半就可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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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讲水的问题 水尽量是用滤水汽出来的深水 深水 好 好 那这杯精力汽 倘若 大家 希望能够走向一条路 就是能够把这个毒暂时给断掉 断直的动作 你想断毒 你选好这些安全材料 三餐多吃这杯 什么都不吃 三餐全吃这杯 我跟你保证 三天你能变样 为什么变样 你开始减肥 你会减肥明显的 减肥非常明显的 气色开始变好 容光泛发 还变通畅 还变通畅 所以假设你今天想要进一汤 来让你身体能够很快的短期见效 我的建议是三餐吃这杯 拌菜全体 拌菜全体 三餐吃这杯 对不对 我说肚子饿怎么办呢 肚子饿你多吃一杯就行 再要你吃两杯 再要你吃三杯 你吃到饱就行 对不对 吃到饱就行 不会饿的 饿不了的 但这个就让你的身体状况明显改善 是明显改善的 这是我们的回春精力汤 不明示意是回春的 能够动您回春的 动您回春的 好 可是他请问MC来的时候可以喝 MC来是不能喝 我们更敬意大家 MC来的时候你要喝 除非你材料要选择 因为材料选什么呢 选比较适应温补的材料 比如说我们生菜 我们用什么东西呢 我念给各位听 姜、洋葱、大蒜、韭菜、蟹菜、香菜、南瓜、甜椒 属性偏温 这里头姜、洋葱、大蒜、韭菜、蟹菜、香菜、南瓜、甜椒 哪一个可以生吃是甜椒的 对之前叫灯笼椒的 灯笼椒属性偏温 它打起来就不会含了 第一个 假设你这样不嫌弃洋葱的味道 洋葱也能加 你嫌弃洋葱味道 洋葱不加 甜椒就行 这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水果 水果我们怎么讲呢 荔枝 桃子 浓眼 红毛丹 水蜜桃 荔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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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属性偏温 这里面来了 水蜜桃不错 对不对 水蜜桃味道是好 樱桃只拿掉就行 对不对 樱桃要剝枝 只拿掉就行了 都是好味道的 你只要水果蔬菜 选择温性的 你这个净荔枝 怎么会寒凉 不至于寒凉 而且你必须要怎么样做 你要把精力汤加热水不是冷开水 不开水 你用的是黄芪红枣豆乳汤 黄芪四前 红枣三前 枸杞三前 西洋三两片 当堆换上一片 加水加177 大火滚了以后呢 小火煮上 二十到三十分钟 这一堆黄芪红枣豆乳汤 放冷却之后 冷却之后的 黄芪红枣豆乳汤 然后打前面的材料 加上黑芝麻 加上三宝 我可以跟你保证 越是哪一样吃 要索性天赋 对 并不是说一定不能吃 完全上食材 完全上食材 好 我们跟各位讲 自己免疫系统的人 包括 红败性男叉 内部是关节炎 义皮症 将其是脊椎炎 所有牙菜全部占领 所有牙菜全部占领 按理讲 网络上只讲不出牙 但是我们比较谨慎 我们连所有牙群 也就是说 只要跟自体免疫系统集 一定有千年的任何牙菜 全部都占领 包括牧师员 我们都不给牙吃了 都不给牙吃了 这是我们后面再打 金鱼汤 我们后面再打 后面打每个人多有 我们后面都在打 好 这是我们今天所介绍的 维生经济摊 然后呢